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肖战真的在一起了吗 从20年就被石锤双方军位回应肖战方为何打假与李沁炼 杨子肖战主演的电视剧已经结束了 但是余生夫妇的后劲还着实很大 让很多观众都成了CP粉 感觉在平行世界的杨子肖战也应该跟顾卫和林之孝一样 拥有幸福的爱情 可是两人究竟是爱情还是友情 亦或是恋人未满,友情之上呢 两人在拍完余生之后 其实当时也是有博主表示两人恋情的实锤 比如拍照都拿着桃子呀 并且杨子戴的项链下面还有一个Z 可是杨子的名字也有这个字母 其实这些也都说明不了什么 现在电视剧结束了 大家对余生夫妇的祝福一下来到了现实中 觉得这样俊男美女的组合 真的是很仰眼 尤其剧中很多自由发挥的情节 真的还是很粉红的 现在回想19年 20年的微博之夜 肖战当众给杨子提裙子 两人在东方卫视跨年的互动 真的还是挺粉红的 不过这种在公开场合大大方方的 可能真的只是友情了 一般按搓搓发糖的才是真恋情 客CP的网友表示为啥肖战方 一直打家与李沁的恋情 却没有回应与杨子的呢 其实这个也比较好理解 与李沁只是合作的次数比较多了 但是对手戏甚至情侣的戏到现在还没有 也没上 肖战作为粉丝技术这么大的当红小生 肯定要维护自己的形象 而跟杨子的 毕竟剧还在 即使现在已经结束 也不好当即打假 但是看肖战发表的余生结束感想 能够明显感受到他在解释 能不能承看他们各自的发展吧 在一起我们祝福 不在一起也希望他们各自都能幸福 02 肖战首会送祝福 小兔子不仅银里有钱 甜里还有萝卜 太可爱了 2023 马上就要过年了 在新的一年 大家都会有所期待和祝福 希望自己在新的一年 平平安安 红红火火 肖战也送出了自己的新年祝福 并且还亲自创作了一幅手绘 用数字2023和生效 拼拼凑的福字 很有创意和想法 风格独特 仔细看 你会发现这个小兔子的嘴角 还有一颗唇下质 而唇下质则是肖战独有的标志 一般在粉丝眼里带指为肖战自己 除此之外 这只可爱的小兔子眼里有钱 甜里还有吃不完的萝卜 有钱有良心里不慌 自己动手风衣足时 一步一个脚印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这只小兔子不仅可爱 还特别勤劳 懂得靠自己的劳动赚钱养家 虽然这只是一幅普通手绘 但手绘表达出的意义丰富 似乎这只可爱的小兔子有了生命 活了过来 在等着大家的表扬呢 新的一年也会是收获满满 前程似锦 这似乎也是肖战在对自己表达的美好的祝福与祈愿吧 踏踏实实做自己 走自己的路 仰望星空的同时 也不忘脚踏实地 到了收获的季节 自然会收获颇丰 没有辜负自己的努力和付出 肖战的这幅手绘 非常的喜庆 也非常的正能量 寓意深远 肖战在设计方面非常有天赋 而且出道之前 还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设计师 作品获得过设计大奖 独特有创意 非常有想法和创作力 有自己的设计风格 所以即使肖战不在娱乐圈 也绝对不会是一个普通人吧 是金子在哪都能发光 一个人的才华才情 真的非常吸引人 肖战虽然颜值很高 但他有趣的灵魂才是更吸引人的 看过肖战之前的一些作品 完全被他吸引住了 他很有才华 他有自己的设计风格 使用生效 年份 数字等拼凑 简简单单 但又创意十足 肖战有着设计师的天马行空 每一幅手绘作品都很独特 有自己的意义之所在 2021 牛年航大运 好事成双 两只牛角仔细看也非常像两只喜鹊 下面这一幅手绘作品 是一个love的英文单词和一个 拿着丘比特之间的爱心小人组成 而爱心小人的手里还拿着一封信 小人的下方 还有一段英文 意思是收到一条消息 这应该是肖战在感谢粉丝 对他的喜爱与支持吧 感谢大家对他的赞美与肯定 每一声赞美与支持 对他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礼物 而大家对他的爱意和热情 他也收到了 丘比特之剑 似乎象征着双向奔赴的爱与真心 非常有意思 2022新享世成 相信在过去的一年 大家也是收获满满 成长在路上吧 新享世成这幅手绘 里面画了两个金灿灿的橙字 而2022这个数字则看起来像一只生孝虎 第一个二添了两只耳朵 最后一个二则添了一条尾巴 不得不说肖战很有想法和创造力 这幅画的点睛之笔 隐藏起来的小惊喜 就是这个吧 肖战加油 这幅手绘作品非常不简单 可以看出肖战的心思细腻 学识渊博 自身知识面广 一个优秀设计师的水平 被完美展现 加这个字由北京天坛 万里长城 鸟巢组成 看起来宏伟大气 气势恢弘 由这个字则组成部分更为细腻 房顶有戴着口罩放风筝的小男孩 风筝是一个三角形的 大门两侧挂着红灯笼 灯笼上有着平安顺遂的字样 房顶的正中央还有一只青铜雀 门里面则是北京的传统 涮火锅器材铜锅 但看起来也像一条路 最后还有一只好吃的冰糖葫芦 肖战的这幅手绘作品真的很赞 有寓意有创意 里面有各种北京传统特色小吃 有当地有名的景点 以及当地的风俗习惯等 手绘中总共出现十样事物 也象征着十全十美 肖战的单曲光点封面 众所周知是肖战自己的创作设计的 它像一个心脏 在碰碰的跳动 给人温暖充满又生机活力的感觉 跟光点两字很相衬 蓝色和红色的交错 像身体的动脉和静脉血管 温热的血热以心脏位中心 不断地流向全身 象征以光点位中心 把爱传递 把温暖传递 把正能量传递 非常的硬情硬景 元肖喜乐 不得称赞一下 肖战使用的字体非常特别 这应该是他自己自创的 元肖喜乐这几个字 肖战还小心地给他们标注了拼音 使用的红色 非常喜庆 字的下方是一个拿着灯笼的小兔子 而小兔子的下面还是一只小兔子 一只小兔子踩在另一只小兔子的身上 最后一个小兔子则非常吃力 因为身上被踩了两只小兔子 从上到下 非常的生动有趣 感觉小兔子活过来了 一个好的画家能够赋予笔下事物灵魂 肖战很有才华 也非常有绘画天赋 专业功底也非常强 不仅会演戏 演技台词好 能唱能跳 有文化才情 还有设计天赋 会画画有创意 肖战真的很优秀 他有很多作品 其实力无庸置疑 肖战又晒画作送福给大家 粉丝 不会画画的歌手不是好演员 肖战作为娱乐圈顶流 并没有染上内于一些艺人的交金之气 在一些必要的日子里 肖战依旧会干回自己的老本行 用自己创作的作品给大家带来惊喜 2023年了 肖战也是给大家送来了一张符字 既是一种对粉丝们的祝福 也可以让大家扫福 肖战的符字手绘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而是将2023年的生肖 小兔子画镜字中 一个兔兔的眼中环都是小钱钱 双手撑在田字上分外可爱 而田字的四个空格也都由四个胡萝卜代替 代表着年份的2023也被用在偏旁的点上了 可以说 这副手作一定是肖战的用心之作 内里多种巧思 粉丝们经常用兔子来形容肖战 有不了解的路人看得多了 倒是真以为肖战属兔 今年是本命年呢 被人忽悠今年肖战24岁 他们也是深信不疑的 想必肖战本人也知道粉丝们对他的这个称呼 这才在代表他本人的兔子眼睛中花了钱 谁让肖战的偶像是财神爷呢 就连手机壁纸都是财神爷 这种暗戳戳的财迷属性真的是太可爱了 每次看到肖战设计的画作 粉丝们都要担心肖战会不会离开娱乐圈 种回自己设计师的老本行 毕竟当代年轻人都是本着干异形 很异形的思想 在离开了自己曾经的行业之后 很少有人再去回头的 可肖战进了娱乐圈之后 不但仍旧熟练使用诸多绘图软件 更是时不时地分享自己的会作 还在拍戏时帮剧组社交logo 这妥妥的难忘老本行啊 这么多年绘画记忆随着他坐顶流不退反进 这也难怪粉丝们担心了 不过对于肖战来说 那真是不会画画的歌手不是好演员 这年头一人谁没有几个磅身的技能呢 不会唱歌的都能凭借自己不要脸的扭曲嗓音 多次在舞台演唱 还有粉丝尬吹 不会跳舞的还能靠着自己军体拳一般的身段 在舞台上扭动 明明星星附体 却被吹嘘神级舞台 也着实是难为这些真实感受的路人了 而肖战作为演员出圈 他的现舍是演技让众人折服 多部作品出口海外 吸引无数海外粉丝 同样的 有演员肖战一碗饭吃就有歌手肖战一口汤喝 但凡有肖战出席的作品都会有肖战的Oast出现 甚至他的光点做到了全球第一 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一人在内于最常见的身份就是演员与歌手了 而肖战都做到了最佳 那么多出一个设计师的身份绝对是锦上添花 没出道时就是可以一个商标 卖二十万的能人 肖战即使来到内于 那也是一人中最会画画的 一手包揽工作室的logo 日常晒元宵节 母亲节 跨年 儿童节 画作 如今在新年之际送上2023年的祝福 还夹带私货想要报复 也是格外可爱了 2023年了 希望每一个看到肖战福字的网友都能被肖战送到福 肖战被提名唱演俱佳明星 举办方感叹肖战有众多经典 深入人心 近日 举办方发文透露肖战成功入围唱演俱佳的明星 在推荐肖战的同时 举办方不禁感叹肖战塑造过非常多经典的角色 无一例外都深入人心 提名唱演俱佳明星完全就是实至名归 值得一提的是肖战可不仅是演员 优质偶像 还是一位实力派歌手 多次在舞台上一盏歌喉 肖战的声音和音色让人无比陶醉 据举办方官宣 肖战 张艺兴谈剑刺 任嘉伦 王一博 易扬千玺 王源 王俊凯等军被提名唱演俱佳的实力派明星 这几位想必所有人都非常清楚 但凡关注过演艺圈 这几位都是享誉盛名的实力派演员和歌手 拿得出手的好作品数不胜数 另外举办方提到肖战的时候 也对肖战进行了一番点评 在举办方看来 肖战有非常多经典 包括荧幕角色和舞台表现 这些都深入人心 难怪会得到这么多的支持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示肖战实至名归 演员也好 唱歌也罢 肖战多点开花 在这两大领域成就突出 宣粉无数 影视剧不多说了 陈情令斗罗大陆余生 请多指教都是难以复制的经典之作 音乐方面 肖战同样得到了非常多认可 特别是来自导师 都非常欣赏这位晚辈 总之恭喜肖战 越来越多的头衔 是肖战努力的见证和结果 更是对肖战的认可和激励 希望青年演员肖战再接再厉 再创辉煌 演绎道路很长 肖战还在努力 势必会大放异彩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 谢谢大家